雙台夾集后菜价也跟着水涨船高 像是我手中的迎来三星葱 就从一斤的七十元飙涨到一斤一百四十元 三星葱价格翻倍涨而来到台北传统市场 其他菜价也小幅成长 像青江菜 空心菜等一百二十五元涨至三十五元 高丽菜一斤五十元涨到六十元 负根其较长的四季豆一斤一百一十元涨到一百四十元 这次风雨不是很大 可是原则上来讲的话 就是在可能在三星的部分的话 它那个水量比较大 所以伤心的部分还受损的蛮严重 一个水菜的部分还有就是丝瓜苦瓜 它还蛮被认识的 它价没有涨啊都是三把五十块钱 觉得还好吗 很好很好还挺稳定的 台北民众感受不宣 中南部叶菜倒是涨很大 像是韭菜和青葱 每台金上看两百五十元 高丽菜每颗一百二十元到一百五十元 就连进口高丽菜跟着涨到美金五十元 就有民众质疑台风有吹到国外吗 台风起来有稍微降了 现在又涨了 摆上大把大把青菜 工作人员忙着补货 传统市场价格不一 也间接带动卖场买气 民众趁着台风过后来抢便宜 看起来是比市场便宜 青菜类还有那个肉也都差不多 也不会贵 卖场叶菜类像是空心菜 排线菜一百二十二元 台产高丽菜一颗八十元上下 进口高丽菜一颗五十五元 葱一百三十六元 在台风期间我们提高到平常的三到五倍 所以我们价格完全没有波动 农委会也指出 此次台风对叶菜类产区损害不大 但无法预计产区是否因雨受害 还要是八月一号开市后的进货量 才能知道价格是否回稳 东森财经圈刘九星无优数综合报导